好,节奏生物的来自不在书大家好,我是华老神 我们上一期讲到了微软的新游座谈会 那我们都知道微软之所以开这个座谈会是为了辟谣 也就是为了告诉大家谣言都是真的 那么我们再往前回溯 索尼也已经搞过线上直面会了 地狱老司机放在的第一个,行人放在第二个,超级棒 那么无论是谁的直面会 你都会发现在直面会播出之前都有些很好玩的现象 比如微软要放弃独占引起玩家们的骚动啊 索尼财务状况令人失望啊 不过这是之后的报道了 那任天堂这边呢,大家看他也没什么反应 直接扔出重爆炸弹 据报道称Switch2将于2025年发布后 任天堂股价暴跌 这很明显就是在敲碗等催更嘛 所以最终任天堂还是发布了他的直面会 只不过人家提前说好了 我们的这次直面会是第三方直面会 啥意思啊 就是你不要妄想我们这里会有NS2的消息 我们只是把那些跟我们有合作的第三方 即将发布的游戏给大家看一看 虽然有一些你们之前可能已经知道了啊 然后一棒棒就下入了很大的疑惑呀 啊,那谁会有NS玩第三方游戏啊 哎呀,你这不五大郎过门槛碰巧的吗 我就玩啊 但总的来说 大多数玩家对此次直面会发表的建议都是 没啥意思 但毕竟是第三方直面会 你如果现在就把大意思整回了 以后怎么办啊 你先这么憋着点 NS2公布时可就没法诈穿业界了 那有人可能也会想 到时候NS2真处了后航大作会是谁呢 那这者就不得不夸一下GTA5这个大劳魔了 别的我猜不到啊 但是我觉得 当时VU这个平台的最后一个大作 就是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 那如果NS2出了 会不会把王国之类做个加强版 放上去当护航大作嘞 那如果真是这样 800万塞尔达玩家肯定超级开心的 话说这个老外啊 他们也是真的喜欢塞尔达系列 有一年我去听VGR 他第二天的节目里有一半以上 都是塞尔达系列的音乐 那下面咱们花点时间啊 来看看咱们本次直面会都学什么内容 当然你肯定已经看过了 而且也知道了 就当我吐个槽 首先是电波人 发挥着日本无论什么东西 都要拟人画跟漫画画的传统艺囊 在这个世界的很多角落 隐藏着很多像这样的电波人 性格各异 颜色不同 五彩缤分 真正正确 特别好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 逮住其中一个 也就是收集养成冒险RPG 本体for free 那无论怎样都很值得尝试 因为它free啊 画面人们都就不要想太多了 毕竟好玩才是最重要的 那好玩吗 那咱也不知道 之前这游戏3DS上有 那时候又没钱买3DS 你说这些游戏机本身 就像电波人一样 那你终于有时间重温童年旧梦时 它又过时了 所以其实人为什么一直在怀旧 因为过去总有很多的遗憾 而不合时宜的遗憾 又会成为遗憾的遗憾 高达破坏者 当然有人翻译成高达创坏者 这游戏最大能创死的点 就是你可以根据要求 去实现一些小时候 根本不敢做的事 让你终于有机会做一些 大人才有权力做的事情 那就是用各种各样 不同学号的高达零部件 乱七八糟拼到一起 拼出只属于自己的高达 就缝合外模拟器呗 就有点类似于什么的 你能在网上买到美少女手办尸体 一般都是好多零部件 压成整个塑胶块 然后你可以把那些 依稀辨认的出轮廓的零件 抠下来 重新拼成一个你心目中的美少女 突出一个斜点玩法 得到官方认证 这游戏里还能给你零部件做旧 现实里其实也不难 高达上绑个鞭炮一点就完事了 超级猴子球 一看到这个游戏 我就想起魔兽世界 当年玩乌妖王之怒的时候 那个猴子球 我到最后都没刷出来 其实不光到最后 我到现在都没刷出来 母鸣鼓旋律 这是根据知名绘本改编的游戏 关键词 手绘风格 口琴解谜 很多人都认为 绘本是给小孩看的 是小人数 大人就该看大人数 你森林数做完了吗 混蛋 其实绘本一直游移在一个 很奇妙的边界杆里 你感觉他们好像是大人 来教化小孩用的东西 但重点恰恰在于 他的作者是大人 你总觉得 也有哄大人的作用 有一些绘本真的不错 个人比较推荐 比如死了100万次的猫 然后一说到猫 就想起哀怒猫 一说哀怒猫 就想起无名的哀怒猫 你看人类在自我精神 摧残方面发起刀来 从来都不手软 怪物猎人物语 不用说也就是卡不空的 怪物猎人延伸的RPG作品 都是名场面 都是名怪物 再熟悉不过的RPG玩法 高清重置的画面 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了解怪物猎人世界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问题来了 怪物猎人这个句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魔物猎收集 接下来啊 就是大名鼎鼎的香草诗 不好意思 那么香草诗毫无疑问 是日常小作坊 我们姑且这么叫 中的瑰宝 那对于咱们国内玩家来说 如雷贯尔的游戏产品 龙村正 龙之皇冠 奥丁领域 那都是百度图片搜索 常用关键词 我永远喜欢百姬 然后喜欢百姬的人们 组成了个贴吧 叫百姬吧 这一作播放在Switch上 PS跟Xbox上也有 那么本次香草诗 带给我们的游戏 叫做圣兽之王 3月8号就要上线了 现在已经可以玩试玩了 目前来看 它应该是香草诗 到目前为止所制作的 最大的企划了 据报道称 游戏容量大概有100个小时 香草诗到目前为止 所出的游戏 其实风格都各不相同 但基本上香草诗的拥顿 每一作都不会错过 你很少看到哪来公司 能把色色上升到艺术水平 买不买先不说了 Demo先试一下 接龙赛马 如果是接龙赛马娘 会不会更火爆一点 那听名字就知道 把接龙跟赛马放到一起了 它就变成了一款 截然普通的新游戏 叫接龙赛马 那同理火锅麻将 换手帕鲁 创世理想香 你看谁说这几种游戏形式 八杆都打不着 只要你愿意搞不好 那传出个怪物横扫手游戒呢 你接龙接的越好 你的马跑的就越快 不知道咋评价 那就先不评价了 蜡笔小心 煤炭阵的小白 原作者已经去世了 而且强调一次 蜡笔小心是青年漫画 它不是给宝宝看的 它其实更适合 那些已经参透一半人生的我们 然后是合集类 之前前段没怎么玩过 没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是运动类 有氧速身拳击出音未来 他们以为这样 我就会热爱健身了吗 勇者斗鹅龙 国民进RPG 那还有啥可说的呀 就一点 鸟山明老师的人设很考究 一把武器的长度 背在背上 能不能顺利拔出来 它都是有考量的 又是赛马 赛马娘呢 不好意思 马没了 现在还没上线呢 然后这是西类 日系画风 吸血鬼幸存者 应该是近年来 最成功的独立游戏了 然后就是魂斗罗 这是一代的高清重制 所有的一切 都拿3D进行了高清重制 总体流程变化不大 BOSS也基本上 是记忆中经典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迪士尼 传奇米奇 话说你的形象版权 是不是到了 以前有个笑话 如果你落落荒岛 那么就在沙滩上 画一张米奇的脸 迪士尼就会派专辑 把你送到最近的法院起诉你 不复杂主要讲的是米奇 不要先打翻了墨水 在这里你自然会遇到 迪士尼回一下 特别多经典的老角色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 鲜巴的利剑 那个年代的米老鼠杂志 是全采的 而且特别贵 虽然每期都会送一些 特别棒的周边 但能看上那种杂志 家里条件都不错 真女神转生五复仇 有啥个介绍的 玩就是了呗 对P3R西瓜皮上也有 然后是NS的新周边 吉他人生 就是专门的外设 你把手柄放上去 就能当真的吉他来弹 当然他不是真的吉他 这不禁让我想起 健身环刚出那段时间 有很多主播 穿着热裤和运动内衣 腿上绑着腿环 把两个控制器夹在环里 然后就玩健身环给观众看 虽然全程都没有游戏画面 但是观众一直很高兴 然后就是新RPG 雷纳提斯 其最大的宣发特色 就是还原了色谷 我不得不说 这款游戏的画风 看起来相当顺眼 主要简述了 都市魔法师的故事 游戏本身采用双主角 下面好像掉针了 下一作奇幻生活 时间已经来到10月份了 你看这时间 就像手掌上数以亿计的 沙子 冲水一冲 他就没了 慢节奏的岛屿探索 培养生活RPG 你会发现近几年 种田类的游戏 好像越来越受到欢迎了 连前两天 IGN日本都说了 口袋妖怪 你应该好好学学幻术帕路 年年星球2 我其实一直以为自己是鼻屎 后来我发现 我应该是历青 再后来我发现 我应该是块口香糖 再后来我发现 502也不错 之前弗洛里达不就个老格 为了放出这个世界上 最响的P 502把自己的菊花封住了 然后这个502的质量太好了 它这个气体 都不说了 那么白色 不是 刀剑神域 不知道该不该推荐 拥躬自然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再想起作者本身的重口味 我这一部作品和这个IP 一直抱着非常奇妙的心情 比如它是少数 我本子看的比本篇多的作品 其实刀剑神域之所以爆火 就是因为设定比较火 你仔细思考 这个作品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还不就是设定比较牛逼吗 当然作者本人的恶趣味也比较牛逼 北海盗连续杀人事件 这个是高清重制版 西国游戏 在隔壁非常火的一款游戏 现在它特意出了双人模式 哎呀 它真的好体贴 让人回一起玩狂热 piu piu的时候了 本质上就是俄罗斯方块的变体 人类的好胜本 让他们玩俄罗斯方块 都得分个高下 百英雄传 不到大介绍 整个篇幅给的也非常短 有多短呢 就像鬼灭之刃一样短 那鬼灭之刃的介绍视频有多短呢 就像百英雄传一样短 沙迦呢 比他俩还短 然后就直接跳转废墟图书馆 就是你很明显能看得出来 到了职门会的后半部分 这剪片子呢 也开始嫌麻烦了 就这种敷衍的感觉 要我说 就这帮第三方 真的允许你这么敷衍 那人家可是任天堂 那跟那些毅然在打主角大战的 Xbox跟PS可不一样 任天堂似乎 毅然都是截然事外的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任天堂能有健康的地位 除了他一直在自己的主机里搞独占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游戏确实都很好玩 咱们之前很早以前说过 如果一家游戏公司 想把他去做火 那么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 那我们把玩家当做小孩 要么把玩家当做成人 那么任天堂呢 很明显选择了前者 他慢慢陪出的IP 都是响彻世界的IP 这件事情本身也可以让你从个侧面理解 为什么微软一直对任天堂念念不忘 微软一直认为 只要买了任天堂就能够抗衡索尼 那么在整个线上直面会的最后 我们来到了蔚蓝的海洋 这个游戏叫永恒蔚蓝 我记得上一次见到他 好像是在V上 当然记忆这个东西 他不是很准确 你会在迷雾之海之中 好假话魔术世界是吧 看到一个真正拥有自我生态的海洋 我懂 就是深海恐惧症治疗软件是吧 这游戏最牛逼的地方 不是他对深海的营造 又或者真的蕴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海洋知识 当然这些也比较重要了 最牛逼的是他支持30个人联机 而玩家们是可以通过手势来进行交流的 总之这次直面会 其实并没有让人看得特别过瘾 其实根本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是第三方 那些任天堂自己的老PY都没有登场 但正为如此 没什么滋味的第三方预览 为接下来的大伙已经做好了铺垫 你们说今年会不会有ISR呢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把那想法留在弹幕跟评论区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可能倒是晚 但不重要就当听个段子吧